认识灵魂 灵魂学入门必修课 06.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密码 在上一篇人类的真正起源及地球文明史中知晓了 人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从古至今都少不了的关于人的永恒话题 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记录在可比喻为宇宙数据库的 阿卡西记录中有成生命之书 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如果说明 阿卡西记录的信息 生命之书可以在民间传说 神话和旧约与新约中发现 它至少可远速到陕米特人 并包括阿拉伯人 亚述人 菲尼基人 巴比伦人和希伯来人 这些民族都存有着对灵界记录版的信仰 阿卡西记录最广泛的信息来源是 来自爱德加凯西的透视解读工作 凯西在解读中说它是上帝的记录 你的记录 同样是你灵魂的内在和知识的记录 记录由单个实体自己写在时空之树上 当自我与无限调写时 它被打开 可以被那些与之调写的人阅读 凯西对个人的解读主要有两种 生理的和生命的 生理解读是针对身体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方法 生命解读是关于灵魂发展和演化的分析 是一个个体发展的全景调查和描述 使人可以在每天的日常事物中按宇宙的灵性法则的形式 凯西生命解读信息的主要来源正是阿卡西记录 凯西以及一些通灵人士可以得到部分的记录 我们有时在梦境中也会被展示一些阿卡西记录的片段 凯西在一些生命解读给出的同时 经常会有梦境发生 这些梦境是在获取生命解读过程中灵魂意识经历的符号表达 下面是凯西自己讲述的这类经历 突然 我来到了记录大厅 没有墙壁和天棚 我感觉看到一个老人手中拿着一本大书 这就是我要替那个人寻找的信息记录 我大概有25次这样的经历 他们只有少许的变化 某个人若需要得到生命的解读 就必须提供出生时期的名字和出生地点以及日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生时重要的着眼点 有趣的是在生命解读开始 凯西经常低声从当前年份往回数 一直到出生的那一年还有写评论 如1900年什么什么什么变化很大 或者1898年等等有个不幸的事件 许多时候这样的评论有机会得到核实 而且都非常准确 阿卡西记录是如何被录制的 记录藏在哪里呢 这可以从李四层教授进行手指十字实验时发现的信息场得到解释 李教授认为 这个宇宙除了一般熟知的物质世界及四种立场以外 还有一个信息场俗称灵界的存在 其性质与物理学中的脑场性质相近 更进一步的实验证明 信息场内充满了高智能的信息 也就是生命 经由关键词的联系 功能人就可以与信息场沟通 将信息场内对应关键词的信息取来在屏幕上呈现 这个关键词好像英特网的网址 而信息场则是由大量的信息网页组成 功能人借手指十字与关键词产生新物合一现象时 就好像在点击关键词所代表的网址 信息场如有对应网页存在 就看到了网页上的内容 借助这种网页的浏览方式 曾经遨游过基督教天国的网站 进入天国巍峨宏伟的十字架大门 也遨游了药师佛的第一 第六及第八个药元 见识到信息场内金碧辉煌的各种植物 令人心生向往 流连忘返 这种情境跟凯西生命解读时的梦境非常类似 而且生命解读所需要的出生时 起的名字和出生地点 及日期或许就是访问阿卡西记录网站的关键词 因此那些我们通常认为的出生日期 地点名称等等 看似偶然的标记可能包含着深层的含义 出生姓名 地点 日期 时间是表征一个人的参数 终生不变 功能人是借由这些参数组成的网址 访问所对应的生命之书网站 进而给出生命解读和指导 人类文明自建立起来对未来或命运一直都很好奇 总希望对自己的命多一份了解 于是发展出各种命理学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 而命理学就是讲究一个人的出生时 对应时间与空间的那个点所代表的天象与地理 借此推求一个人的祸福修旧 可以说命理学的基础是全息论 中国的命理学以周易为基础理论 渊源流长 包括面相学 手相学 古相学等传统相学 梅花艺术 奇门遁甲 三命通会等 艺经 术术 紫薇斗术等星相学 以及各种八字命理学 或四柱命理学 西方主要有占星 塔罗 灵术 这三大西洋命理学 这些命理学有的是近代发展 有的已流传千年 各种流派也五花八门 有些是高人多年的心得 有些却是江湖先生的骗术 鱼龙混杂 需要小心选择 关于利用出生姓名 出生地点 出生日期 出生时间来解读生命的学说 有中国的姓名学 住 利用出生姓名 名字的阴形意 按意学的像树理为依据 综合阴阳五行 找出极胸 与变化趋势 八字命理学 也就是利用出生时间 八字也叫四柱 用天地 天干地支 表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 合起来是八个字 西方的星象学 就是利用出生时间 地点 根据出生时所 对应的日月星辰的位置 及其各种变化 对人做出解释 数字命理学 就是利用出生姓名 或常用名字 出生日期 通过将名字数字化 把数字做相加处理 来解读个字 以上四种学说 均把表征一个人的参数 按照某种规则进行运算 最后得出一些 关于此人的生命信息 但毕竟是运算分析结果 准确性比不上 直接读取记录生命信息的 阿凯西记录 然而凯西已是 后无来者 普通人还需借助 上述四种运算体系 来了解自我 其中数字命理学 就是一个 让我们了解自我的 有效手段 而且是最简单的一种 凯西在解读中 肯定了数字命理学的作用 但同时也指出了 人的自由意志的影响 数字命理学或数字 对于那些觉得 或确信数字 不能影响他们的人来说 是非必须品之一 除非他们允许 让数字影响他们 什么是数字命理学呢 英语Numerology词 于1911年 由Dr. Julia Sitton 结合数字字根Nummer 即代表研究的希腊文Logia 而称 大陆译为数字命理学 或数字学 港台译为零数学 数字命理学是 众多命理学中 最简单的一种 而其他的 则没有十多年 甚至几十年的积累 难有所称 数字命理学 认为万物皆数 意味着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由数字组成的 或者说 可以简化为数字 每个数字 都有独特的频率 及其特殊的属性和意义 人类 食物 物体和颜色 都有各自的频率 为了拥有和谐生活 人们必须确保环境频率 与自己的频率相适应 相一致 数字本身固有的频率 直接导致了数字拥有了 各自独特的性质 所以可以透过解析一个人的数字 来揭示一个人的行为 以预知未来 趋利避害 如同中国传统命理学中 对生产八字的重视一样 在数字命理学中 姓名和出生日同样重要 因为出生日只揭露了性格 告诉你命中带有的工具 但使用于否则 吸随尊便 在进一步的就是 随性格而来的挑战 即要被克服的困难 但姓名所揭露的 却是生命的任务 所以一个全民得出的数字 被称为命运数 是不能逃避的任务 此外 姓名中数字的多寡 也揭露了一个人的 潜质 自控力 理性和感情定向等 没有人确切知道 数字命理学起源于 什么地方 什么时代 但是数千年前 就有人提到过 这种占卜数 据说古代美洲的 玛雅人相信 数字中有神圣的意义 美索不达米亚的 占星家也是这样认为 他们始创用 数字解释宇宙构造上的观念 卡巴拉认为 上帝以字母与数字 为建筑材料 创造了宇宙万物 他们利用字母与数字 之间的联系 去发现圣经原文里 隐藏的含义 为整个数字命理学的观念 提供一个 引人入圣的理论依据的 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家 毕达格拉斯 公元前530年前 毕达格拉斯 在研究 七弦琴的音程 与琴弦长度的关系时发现 音乐和声 依靠的是琴弦的相对长度 数字与和谐音乐的联系 是毕达格拉斯深信 数字不只是用来 给示事物计数 实际上是事物的本质 即宇宙基本法则的表现 宇宙是根据和谐形成的 形成和谐需要秩序 构成秩序体系的根本就是数 无限多的音的世界 赋予了数的秩序之后 形成了和谐的音乐 不只是在音乐里 不只是在物质的世界里 而且在精神的世界 正如数字只是音乐和声那样 正确数字也能导致 宇宙和精神世界的和谐 好比宇宙的音乐 在里面个别音符或现象 以不同的速率振动 就按照它们的比例 产生和谐或不和谐的音调 现代的数字命理学 对分析性格和预言将来的兴趣 比沉思默想宇宙的问题大得多 毕氏教导 数字乃万物之源 名字不仅是一种技术 而且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东西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人 拥有相同的名字 但是数字命理学家 把名字和生日合并起来 结果就有了分别 经过计算 因这样的组合而重复 产生相同的数字模式的机会 约是一百亿分之一 当今最普及的数字命理学系统 有三个 分别为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 古巴比伦的迦勒底 及犹太民族的卡巴拉 其中卡巴拉系统只计算姓名 最简单 迦勒底系统分析姓名 最常用的姓名 而不是出生时的 与出生日期 需要考虑字母的音韵或振动 最复杂 单页最准确 毕达哥拉斯系统 分析出生时的姓名 与出生日期 为现代最流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三种系统的原理 不完全相同 因而赋予数字的意义 也不相同 且不可混淆通用 凯西资料里采用的是 毕达哥拉斯系统 凯西给出的解释 与流行的解释 有很多相同点 也有不同 我们在认真实践 所知真理的同时 不妨通过这个手段 来检测自己 灵性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学习数字命理学 有个人是必须要认识的 没有他就没有 我们今日用的灵数 他就是Erdal Ballet 现在灵数的起始人 Erdal Ballet 又被称为灵数之母 1847年出生 美国大西洋成人 本来是音乐教师 在研究音韵期间 他发现音名和音符 之间有相同的振动 引发他大量的研究 关于数字的古籍 他是第一个 把数字特质称为振动的人 并把振动应用在姓名 定下部分计算公式 还有位著名的灵数家 Dr. Juno Jordan 医生奉献给灵数研究 著书直至95岁 享年99岁 他起初是位牙医 后来学习形而上学 及心理学 继而学习灵数 为专注研究姓名和灵数 证实及反证灵数 Dr. Juno 成立加州数值研究所 透过数据和反复测试 去验证每个数字的意义 及可靠性 经过25年的研究 得出结论 数字是可靠的 但每一个个案 都需要独立计算 数字命令学中 最重要的数字 是五个核心数字 不同灵数师的命名 有所差异 这里采用最常用的命名 分别为 生命之路 表达 内心欲望 个性 及成熟数字 这些数字是根据你的 出生日期和全名计算得出 据此可对你的天赋 长处 弱点 机遇 和挑战的方面 做一个相当完整和准确的分析 可称之为生命密码 以我为例 我的生命之路 出生力量 数字为 十一 说明我出生时所具有的特性 就是理想主义 神秘 有远景创建 服务 并激励他人 直觉 成功来自知识 这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酷爱想象 擅长直觉 喜欢神秘学 喜欢预测未来 喜欢和擅长激励别人 喜欢 追求知识 探索真理 但是也充满了挑战 就是要战胜不实际的理想主义空想 这都是我的出生力量 是我的生命之路 我的表达数字是五 说明我今生的目的及命运 就是为了提升自由 我的灵性课程 就是接受改变 于信心中 开发信任 如果我抓住了机遇 有自律的独立 聚焦于才能施展 就可以完成功课 顺利毕业 我的灵魂冲动 也就是内心欲望 数字是八 说明我真实的渴望 是通过努力 在物质层面上的满足 正确使用力量 通过知识取得成就 以上几点可以说 与我自己的实际状况 非常吻合 也和基于凯西星象资料 所做出的占星学分析结果 水星海王星 以及基于人格心理学的 MBTI测试结果 INFP INFJ 九星人格测试结果五号 非常吻合 神奇之处就在于 数字命理学不需要任何测试 只根据姓名和出生日期 通过简单的计算 就可获知一个人的特性 而人格心理学中需要 靠统计测试题来分析 我的凯西星象测试结果 对我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行星 近地行星是水星 远地行星是海王星 凯西的解释是 水星带来了高级的心智能力 这些能力有时会促进灵魂的提升 而有时会导致自我利益的强化 海王星为个人带来与水有关的异常的兴趣 特别是对神秘 玄妙 超自然的事物的兴趣 强烈的海王星特指 让一个人着迷与调查 研究和解决神秘现象 与自己的实际状况非常吻合 接下来通过数字命理学来探究一下 三类典型人物的生命密码 首先尝试解析知识分子的生命密码 揭示一下他们的共同特征 公共知识分子是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 第七期特别策划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 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 此后自2005年起 民间组织郑佑金佐工作室 每年推举当年度 富有影响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这两个名单并不是按照 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 也不具有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 其共同标准为 一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支持者 二 对社会禁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三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选了20位大众知名度较高的学者作为研究样本 用数字命理学工具分析他们的命理特征 不过这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那么选出的人有 石寒冰 王若水 吴思 郎贤平 毛雨士 吴敬莲 杨小凯 黄仁宇 孙丽平 黄万里 何欣 陈丹青 高耀杰 百扬 戴晴 韩寒 刘晓波 龙应台 王晓波和于杰 这2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追求自由 揭示真相 为民生疾呼 为正义呐喊 有的激扬文字 有的指点江山 计算分析揭示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不管是天赋特点或是内心渴望 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数字是五 就是提升自由和八 通过追求知识取得成就 这可以很好地解释知识二字的含义 姑且命名为知识密码 另两个重要数字是六 为人类服务和九 博爱 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公共二字的含义 姑且命名为博爱密码 那么你的生命密码中都有什么数字呢 是否也具备知识密码和博爱密码呢 接下来尝试对财富人物的生命密码做个解析 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共同特征 是什么驱动他们的财富积累那么多 即所谓的财富密码 胡润百富是追踪记录中国大陆企业家群体变化的著名机构 由胡润于1999年创立 胡润中国百富榜是中国推出的第一份财富排行榜 也是现在国内财经榜单里影响最大的一个 至今已经连续发布了12年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2003年来到中国 开始推出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 至今年已经连续发布了8年 由于是我几年前的研究 所说的至今指的是到2010年 从两个榜单中 临选了20位大众知名度比较高的富豪作为研究样本 其共同标准为 一 无继承背景 均为企业创始人 把企业由小做到大 身份由平民到富豪 二 知名度较高 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 三 行业不做特别的要求 那么这20名是 黄光玉 陈发树 陈光彪 潘石屹 陈天桥 丁磊 以上所选样本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所作计算也不追求统计学的精确 所作分析也仅在于发现规律 更详细的分析需要考察更多样本 留待感兴趣者继续探索吧 计算分析揭示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最突出的是数字三 欢乐和灵感支援 数字六 为人类服务 和数字四 管理组织者 这意味着创业富豪们 不是常人所想象的追求钱 才使得他们积累那么多的财富 恰恰相反 他们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服务 这是他们的快乐支援 而财富不过是他们追求为人类服务过程中 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组织 管理者而得到的回报 这可以称之为是财富密码 也是对普通人创业致富的一个很好的提示 接下来再尝试解析歌手明星的生命数字 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音乐密码 然后做一个综合性分析 林选了40位大众知名度较高的歌手作为研究样本 有的是影视两戏歌手 有的已不是歌手 但其歌曲流传甚广 其共同标准为 1.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广 主要是8090年代的歌手 2.歌曲曲风适合静静聆听 纯属个人偏好 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和爱好 3.能查到出生姓名及日期 歌星中有很多人改名字 4.出生时姓名用的是汉字 藏族猛族歌手很多 但其汉字姓名均是翻译过来的 故为收入其中 这40名歌手分别是 刘欢 维维 许巍 郑元 蔡琴 邓丽君 凤飞飞 江玉恒 李一军 李宗盛 罗大佑 欧阳飞 齐秦 齐玉 吴宗宪 吴百 张信哲 张雨生 蔡丰华 蔡国权 陈柏强 陈慧贤 陈奕迅 黄家居 邝美云 李克勤 林子祥 刘若英 吕芳 罗文 梅艳芳 谭永林 汪明泉 王飞 徐冠杰 叶倩文 张国荣 张学友 珍妮和周启生 所选样本较少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所做分析也仅在于发现规律 严格统计学证明 需要考察更多的样本 如果用三个数字 作为表征歌手明星的音乐密码 占比重量多的三个数字是 一 五 七 应该就是当人不让之选 在40位歌星中 具有音乐密码三个数字中 至少一个的有37人 约占93% 有三位的 邝美云 珍妮和江云恒 不具有音乐密码中的任何一个 占7% 把我自己的五个核心数字 对比一下知识密码 财富密码 音乐密码 可发现 我具备知识密码的全部三个数字 具备财富密码的一个数字 具备音乐密码的两个数字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本质上具有与它们类似的特征 只是表现程度和倾向水平有所差异 表现最强的是知识 知识密码三个全具备 其次是音乐 音乐密码具备了两个 再次是财富 财富密码仅具备了一个 这竟然跟我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 我追求知识 最擅长这个 所以在这方面更容易成功 喜欢音乐 但难成气候 当不了歌星 追求财富 但财商较低 成不了富豪 之所以会有现在的状况 原来不过是生命密码的表现而已 而生命密码便蕴藏在出生日期和出生性命中 当然 这上需要对更多人物进行密码揭示后 才能做定论 不过从自我剖析的结果来看 这已经很让人震惊了 用三个数字作为生命密码的有效性 更容易让人想到遗传密码的三连体密码 遗传密码是三连体密码 那么生命密码是否也使用三连体密码呢 碱基有四种 每三个碱基决定一个氨基酸 那么碱基组合就有64种 64种碱基组合即64种密码子 仔细分析20种氨基酸的密码子表 可以发现同一种氨基酸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密码子来决定 数字有9个 每三个数字决定一个人物类型 那么数字组合就有729种 姑且称之为三连体数字密码 如同三连体密码一样 同一个人物类型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三连数字密码来表征 毕竟三连数字组合高达700多种 这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俗语常言360行行行处状元 360乘以2等于720 倒是跟729挺接近的 本文的目的不是倡导宿命论倾向 凯西一直强调 人的自由意志大于其他一切 人的命就像课程表的功课一样 地球就是灵魂学习的校舍 灵魂来到地球 这个校舍就是学习一定好的课程 至于学得好不好 能不能顺利过关 则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重要的不是计算出自己的生命数字 对号入座 而是要从中汲取智慧 体会万物皆数字的思想 以更好地提升自己 改善自我 下一篇我们就结合凯西解读和灵数这个工具 来一起探讨人人都避不开的婚姻话题 教你如何选择合适的灵魂伴侣 好了 本节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如斯 灵修爱好者 一个觉醒中的灵魂 对心理学和灵性也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我的微信 一起交流 共同成长 感恩您的收听 点赞 转发和关注 谢谢